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百年洪禍特別節目 在上一集節目中 我們講到了中共的階級鬥爭和無神論 使思想異化的年輕人 在文革中表現出種種兇殘和暴力行為 今天我們繼續聚焦文革 1966年8月 在一個月之內 北京有上千人被紅衛兵打死 這場紅色恐怖的導火索是一副對聯 我們來看一看背後的故事 1966年7月29號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 出身高大陸 1966年7月29號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 出身高大陸 中間幹部家庭的學生貼出一幅對聯 公開喊出了以血統劃分好人壞人的口號 這幅對聯使得血統論迅速從高校擴散到社會 籠罩北京城 順著階級鬥爭的狂潮 血統論扮演全國 以高幹子女為首 所謂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紅衛兵 興起了對所謂的黑五類的一場紅色恐怖 北京率先衝進了恐怖的紅八月 從8月5號世大女婦中副校長 辯仲雲被紅衛兵打死 到8月底 紅衛兵已經在北京市打死了上千人 中央文革小組表揚他們戰果累累 另一方面 列等血統的人則隨時可能喪命 而紅衛兵在8月18號受到毛澤東接見之後 更是從校園走上北京街頭 所謂的破四舊 僅紅八月就超了3萬多戶人家 連北京知名的吉祥劇院也變成屠宰場 總是人滿為患 甚至比如假如有母女兩個人被逮進來了 她故意當著她母親的面 把她的孩子先打死 然後等她媽都實際失常了以後 再把她母親打死 旅美作家玉羅文估計 吉祥劇院前後可能關過幾千人 但據她所知 活著出來的只有兩人 而列等血統的人只能自殺 絕不能反抗 崇文區攬桿市的房產主李文波 在紅八月中忍無可忍的反抗 紅衛兵不僅將她活活打死 還將這一代血洗七天 北京市公安局等也進一步擴大輿論 聲稱為防止所謂階級敵人報復 農村也要先下手 於是 紅色恐怖從市區迅速擴散到郊縣 最終引發了大清屠殺 據統計1966年8月27號至9月1號 大清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 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 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 最小的僅出生38天 22戶人家死絕 在文革初期血統論的興起 使紅衛兵對所謂的黑五類 掀起了一場紅色恐怖 但是這些紅衛兵沒有想到的是 不久後他們就變成了所謂的反動團伙 血統論也在政治上破產 1966年的紅八月 時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 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智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會議上說 不但不要約束打死人 而且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 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 8月26號 大清縣公安系統 傳達了謝富智的講話 從第二天就開始對所謂的黑五類進行大屠殺 屠殺直到9月1號才結束 大清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 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 旅美作家裕羅文曾走訪過大清縣 屠殺最為嚴重的大新莊公社 僅在8月31號一夜之間就殺了100多口人 9月1號縣裡來人叫停了屠殺 但對殺人者的處理卻只是象徵性的 對所謂列等血統人的屠殺也蔓延到其他城市 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和鄉村學校中 都發生了類似的暴行 但是 紅衛兵們沒有想到1966年10月份 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等人 否定血統論的聲音見大 而以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衛兵 在12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簡稱聯動 公開與中央文革對抗 到了67年1月 聯動被宣布為反動組織取締 指示過不要管紅衛兵打死人的 公安部部長謝福智 又指示公安部要鎮壓聯動 這使得賦予紅衛兵殺人理由的血統論 在政治上破產 一批決議要隔別人命的高幹子女 第一次嘗到了被隔命的滋味 但玉羅文指出 中央文革小組 並不是要否定血統論 而是想通過打擊聯動的這些高幹子女 以保證文革中順利打倒老幹部 而中共對血統論的真正態度還在其他方面體現 例如 血統論最知名的鼓吹者譚里夫 雖然一度被抓 但在文革後 卻官至文化部辦公廳主任 而民間反對血統論的聲音反而遭到壓制 玉羅文的哥哥玉羅克 曾經以出身論一文批駁血統論 雖然引起社會巨大的反響 但玉羅克在1968年被捕 70年被執行死刑 眼角膜還被移植給了一位北京的勞動模範 雖然血統論在民意上破產了 但是按照清源關係進行的政治屠殺還在繼續 1967年 湖南稻縣9000多位普通百姓 因為家庭成分是所謂的四類分子 而被以慘無人道的方式殺害 1967年8月 稻縣的消水河裡飄滿了浮屍 河裡的魚著食屍體 也長得異常肥大 那時文革剛剛開始一年多 1967年8月8號 稻縣的造反派格連 把縣武器庫搶劫一空 另一派由地方掌權者支持的紅連 不僅立刻暴力反擊 還把罪名燃燒到四類分子的頭上 宣稱四類分子要造反 必須斬盡殺絕 才能保證紅色江山不變 隨後短短66天內 稻縣全地區7696人被殺 1397人被迫自殺 但據《調查紀史》《穴》的審話一書記載 這9000多人中 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所謂的反革命活動 雖然在文革當中有各派 但是任何一派只有兩個表現 一個是表現對毛澤東的忠誠 另外一個是表現對階級敵人仇恨 你越仇恨就表示你越革命 當兩派打得很殘酷的時候 為了表示他們的革命性 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你殺四類分子為自己革命的標誌 殺人朝中 道縣自行成立了 數百個平下中農法院 毫無根據地宣判四類分子死刑 由民兵和積極分子立刻執行 槍崩 塵河 砍頭 截肢 開堂 腰斬 火燒 炸碎 年輕女性被輪監後再被殺害 每殺一人 殺人者可獲得大隊 或者公赦給的兩到三元錢作為報酬 19歲的唐水蘭懷胎足月即將臨盆 卻因為娘家是所謂的地主階級 被勒令回道縣接受審判 因為懷孕走得慢 押戒者不耐煩 用刀從後背刺到腹部 胎兒瞬間伴隨著血水流出 據《血》的神話記載 道縣屠殺遇害者上至78歲 最小的只有10天 拿鐵絲把一家人都穿在一起 扔到河裡 手都給你穿上那裡 也沒法游泳 他們只淹死 他們認為只要你父母是階級的人 你子女 哪怕你一個小孩 你也是階級的人 所以他們就一家一家的殺 這是文革前17年教育的結果 這個階級鬥爭學說 在我們那時候得到的教育 就是對敵人不管你多殘酷都不過分 對人性的消滅 它是一個中共的系統工程 它貫穿於1949年以來 每一個政治運動 前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 楊繼生認為 道縣屠殺的根源就是體制 極權制度把一部分人定為政治賤民 同時壟斷信息 讓另一部分人變為政治漁民 楊繼生認為 道縣慘案就是政治漁民 對政治賤民的屠殺 背後操縱的就是體制 文革只是中共邪惡的延續而已 官方對文革的評價呢 它的重點是文革對黨政領導 和黨政系統的衝擊和破壞 對平民的傷害 中共官方著目並不多 50年過去了 蕭水河的血色早已不在 但文革時的口號 今年1月又在中國出現 因為文革並沒有真正得到反思 文革當中的那些罪行 特別是那些細節 沒有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共產暴力的基因文化 它所帶來的危害 從來沒有作為一種基礎人格教育 被普及給大眾 這就讓人們對這種激進的思想的危害 沒有鑑別能力 橫河認為文革中的黨性屠殺人性 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中共建黨後 一次次運動的累積 因此要想避免文革重現 僅僅反思文革並不夠 而是要把中共建黨後所有歷史 拿到歷史的天平上 才能鑑別出所有罪惡的真正根源 新唐人記者林蘭 紐約報導 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 百年紅貨特別節目 下集節目我們再會 第一期的